好,謝謝主席 我們所有立院同仁,還有所有新聞媒體女士先生 以及所有各單位的主管,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請陳主委 有請陳主委 陳主委好 陳主委啊 在昨天我們南山的員工 近萬人走上街頭 那在近萬人走上街頭 已經將近所有員工數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人已經都走向街頭了 這代表什麼 在我認為 這是代表著整個南山 所有的同仁 對於脖子的一個不信任感 不會信任 並不是只是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問題 而是對這家公司 他們不信任 他們覺得有違憾 那我們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在經過許許多多的 雜誌 媒體的報導 甚至於 有人指出 他們 是一個 借殼公司啊 就殼的公司啊 所以不禁 讓這些人啊 他們覺得更加危險 那我們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金管會 在對於 這個 啊 脖子入主 南山這件事情也非常用心 這我們也非常清楚 所以包括到 我們當主委 你特別還有要求 他們 七年 不得轉移 我想 但是問題點 不是他三年 七年 十年 十五年的問題 是一個 到底方向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們金管會 在對於 所有四百萬的一個保護 還有三點六萬 所有的員工啊 要絕對 勘禁他們 那最近我們也有看到 我們投審會啊 經濟部投審會 他們也有提出 他們在今天就開始要送審嘛 那在送審的過程中 他們還是必須要透過駐外單位 到實地了解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如果 投審會通過 那我們金管會 會不會一樣 遵照投審會的通過 來予以通過 會不會 我想跟康委員報告 男生人受的事情 從一開始 因為他這個屬於AIG 他的大股東嘛 要出售他97%的股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告訴AIG的真正的老闆 就是似乎70%是美國財政部了 我們已經告訴他這個 負責處理這個人 就是說 我們關心的事情哪些 就剛才康委員所提到的 員工的權益 保護的權益 還有台灣的這個有關的法規 會有哪些限制 這些關心啊 AIG那邊要充分了解 所以他也告訴所有的 potential buyer 就可能來印標的人 他都告訴他了 所以他們在審查的時候 也都考慮到這些問題 好 所以我剛才在請教你的 就是如果 經濟部的投審會 他通過了 那你們會不會也會依照 經濟部投審會通過 來讓他通過 我最主要我要聽這一點 你敢不因為 反正 投審會已經通過了 反正我也通過 有事情 後面投審會去打 跟我 金管會 我又沒有什麼問題 你會這樣嗎 我想這個 投審會 他在審查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 金管會所提出的意見 好 投審會裡面 有多少 對於我們所有的金融證券 所有這些業務 我非常瞭解的 有專家嗎 是他們專家還是我們這邊專家 所以我才講 他一定會 這個 借重我們的意見 會借重我們的意見 所以 我今天我特別 希望 我們陳主委 在投審會 他們駐外單位 要去做實地審查的時候 金管會 務必要派專人 一定要派人 去陪同實地了解 這樣好嗎 我不知道投審會 是要派人到 派駐外單位 出去 去調查 我不曉得這個事情 如果他們有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一定會提供一些 我們專業的意見給他 所以啊 我剛才為什麼要問你 金管會 投審會 人家通過 你到時候 你都還在通過 但是你們都沒有實際上去參與 實際上去了解 所以我是要跟你要求 如果 他要實地了解的時候 你金管會 務必一定要派著 技術人員 專家 一定要派人去了解 但沒有 你到時候 投審會送出來 你趁早好 就好讓他過 但這樣對著四把 那不一定 因為投審會 即使通過的話 金管會還要過委員會 那一關 對 所以我剛才我就請問你嘛 結果你不敢直接給我贏 所以我希望啦 實地審查了解是最重要 確實去了解 他們是不是借口公司 他是不是要做 沒有本性理 他是不是 後面有警察的意圖 要遵用到消除本 然後 要來 遵用到 1.5兆大公司的祝禪 這非常重要 這樣好不好 基本上 如果說講 他是要到香港去看的話 其實我們跟香港的證監會 是有MOU的 好 所以我請你們務必要派人去了解 好不好 那第二點 我們整個金融重整基金 那我們退場機制是到民國一百年 一百年就要退場了 那一百年後 我們退場了以後 你還有沒有什麼 那麼比較好的政策 要來做穩定性的一個機制 WOP 因為 那個金融重生基金條例 他第四條 當初有個考文規定 他目的是 要補償 那個經營失敗的金融機構 資產負債的差額 是整個法律的一個精神在那邊 那他如果退場以後 其實 就回復到原來存款保險條例 一般存款保險的機制去了 退場了 那我們就 再也不要設這個基金了 這個金金就要打掉了嘛 那是不是 這整個的以後金融的一個穩定性 有需要嗎 有需要 但是這個已經回復到存款保險條例去了 由存款保險條例來擔任這個金融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例子 在德國啊 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他們有通過這一個金融穩定基金 對沒有錯 那在整個這個過程中 做得非常好 而且啊 整個評價也非常好 我是認為 你應該要參佐一下 去拿人的經驗 我們拿回來試試看 我們拿回來 我們拿回來 討論看看 我認為是有需要的 這個跟康文明報告 德國金融穩定基金這個機制 它整個條文 它有個特別法 那條文我們都有翻譯成中文 我們也都自己有看過 因為台灣來講 我們很難做到 因為它是政府編列一個特別預算 好 那如果很難做到 讓我再請教你 那一百年後 我們這一個金融營業稅 還要不要調回5% 這個牽涉到整個加值稅的一個體制 因為金融業有一個特色 它沒有鏡像稅額可以扣抵 所以本來的很多國家 加值型的營業稅 不適用在金融業 你還要調回來5%嗎 不是 我剛剛意思就是說 加值型營業稅 根本在理論上 不應該是為金融業 所以應該是免掉才對的 好 那我再請教你 在我們整個當初 金融 這個重建基金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錢 三千億 就是負責 在做整個的銀行救助 那 銀行如果在賺錢 當事長有錢拿去 滾著走 股東錢滾著走 銀行如果在撩錢 是我們所有百姓的 立稅人去給它 立這些錢 那我們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已經花這三千億 但是這三千億裡面 有多少還在那裡上法院 還在法院那邊還在訴訟 對不對 那訴訟的過程 主委 我們現在三千億開出去了 我們現在 堆毀多少 堆毀多少 我們追回了多少 對 這個是由存款保險公司 齁 在執行這個訴追的程序 所以我剛剛報告的時候也提到 那我要講的 三千億用我們八歲六歲錢已經叫出去了 已經替他們叫出去了 銀行 齁 那是不公不義 結果 我們再去 追回 追回 1.7億而已 追回1.7億 一個三千 現在去撩1.7億 那個 百分比 是0.06% 實際上 有夠可能 所以我一直希望 金管會 針對這一個 要盡數全力來做一個追回的動作 還所有納稅人一個公益 你現在有利還是無利 我們不只是追溯民事責任 也有刑事責任在追 對對對 但是在賺錢啊 已經那久了 街上也要叫很多 雖然你也要叫你三聲起來 結果我們現在街上0.06%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啊 希望 金管會 不能說古代黨的事情就把它放不記得了 齁 啊 就開始每天處理新的問題 我今天報告有特別講到 我們要繼續追查這個問題 齁 要全力 全力 請檢調單位 請所有的各部會 全力來追查 要還民眾的一個公道 好不好 好 謝謝